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好奇发 黄金青道夫他又来了 其实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黄金青道夫我已经买过一次了 不幸的是在来的路上牺牲了 后来很多朋友让我再买一条 所以这是我第二次购买 黄金青道夫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支持 祝我好运 我可不想再买第三次了 我去这家伙是不是掉色 把水搞得都这么黄了 没关系 只要它是活的就行 你们看这个水是不是超级黄 这家伙怎么在里面又不动 不会又死了吧 活了 在里面是动的 活的活的 这次没有死 不过这个体积我看起来 比我上次买的怎么小那么多呢 我选的是一样的尺寸 我仔细看了一下 真的比上次买的要小很多 不过算了吧 活着就好 既然活着 那我们就抓紧过水入缸 我准备把它同大猫和福恶养在一起 我想应该不会被吃了吧 这小体格我感觉有点危险 稍等片刻 马上为你们奉上 路缸展示 兄弟们这大猫太牛皮了 来大猫 我采访你一下 扎嘴不 扎不扎嘴 我看一下 张嘴我看看嘴巴有没有被扎破 那青道夫的上面的外壳 他的外皮那么坚硬 大猫敢直接上嘴 啃啊 这个大猫 太牛皮了 我谁都不扶 我就扶你 扶我都不敢动 就你敢上 还来 我记得还来 你太狠了 你太狠了 幸亏这个青道夫的鳞片啊 比较硬 我们用手摸着都拉手 直接刺手 他敢直接上嘴去咬 你想一想 牛不牛皮 还想来啊 你看 他还 还不放弃 我又干他一口 我入缸之前 我还说了 我就说 这个青道夫的体积 比我上次买的要小很多 大猫应该不会把它吃了吧 谁知道青道夫一入缸 大猫追着咬啊 上去就是一嘴啊 那一嘴 我想肯定把你嘴给扎破了 我估计你受的应该是内伤 来我考考你们的眼力近来 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大猫 从我买到现在长了多大了 我跟你们说 他长的不是一点点 为什么长这么大 这家伙 吃东西太凶了 平时和服饿两个在一起 抢食超级凶 哪怕食物在服饿的嘴巴里面咬着 这个大猫 一样会上去抢服饿的食 你们细瞅一下 大猫这个左边这个胡子啊 是不是和右边这个不太一样 短一些 而且上面还比较细 知道什么情况吗 这个就是他和服饿抢食的后果 之前大猫就是因为和服饿抢食 这根胡子被服饿一口咬了一半 这几天才长回来一截 这家伙就是个不知好歹的玩意 我跟你们说 要不然连服饿都不敢下嘴的青道夫 他敢直接下嘴去咬 你们说牛不牛批吧 我看你们两个还是慢慢适应一下 和这条小的青道夫和平共处吧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过段时间再给你们更新 这个小青道夫和大猫他们的后续 记得点赞评论 收藏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